一柄南球,说的就是他们了,蒙天下网上记者庄帆秋风照题。 这几天,阿里巴巴原须似乎有些一样,人人鬼鬼祟祟,交头接耳,走近些,你会听到他们在说些奇怪的话,猜小鸟换小狮子,松鼠换飞猪,蚂蚁黄阿牛,不仅线下,各大丁丁群,阿里社区论坛,也都被这样的暗号占领着,月品礼盒中的公仔徽章而让一众阿里人如此痴狂的原因, 正是一位新级网红的诞生,阿里月饼,群雄竹鹿,引起各大所长每年中秋,阿里集团都会为广大员工定制月饼,这些月饼有不仅有阿里特色,而且美味,精致更有浓浓温情。 几个月前,2018年度阿里月饼项目启动,公开招标,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月饼商家参与竞标,作为一家拥有八三年历史的中国知名月饼品牌。 在货制招标消息后,广州酒家第一时间只手准备,一周时间内,我们师傅共制作了八十几种口味的月饼,并通过层层筛选,最终确定了三十款月饼参与竞标。 广州酒家电商公司副总经理李典豪说,很快,这三十几种口味,近两千个月饼,通过五六宋剧阿里在全国各地设立的评舍团致吃,几天后,李典豪率领四人,来到杭州阿里巴巴西协元市竞标,阿里要求之严格,竞标过程之激烈,从也多年的李典豪友从未经历过来形容,当前竞标。 在阿里巴巴访客中心目楼,高手各显,神通,春雄鸡变,拿出开家本领,各家做成,想要拿下阿里巴巴的月饼订单。 对于我们来说,做这件事情不为赚利润,更重要的是推广品牌,通过阿里这个大品牌,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传播,李典豪在现场说道,一百万块阿里月饼,花落广州酒家, 紧获数小时的产说和试制后,阿里巴巴月饼项目组,还需要收集此前各地评审团的试制报告,进行最终决定。 一个月后的下午,李典豪正在工作,丁,邮箱内收到一封来自阿里巴巴的邮件,上面写着恭喜您,成为了2018年度阿里巴巴中求月饼合作商。 李典豪回忆,当时他激动的从座位上跳了起来,将好消息第一时间,告诉了同事们,这次龙脱颖而出,我们觉得一来,广州酒家有着悠久的品牌历史。 二来我们生产流程十分严格,月饼有很高的品质保证,几番沟通,双方最终敲定。 此次共生产四种经典款广式月饼,赞黄白莲蓉,五元,红豆沙,还有一款适合老人和小孩,食用的低糖白莲蓉,广式月饼。 亚能,高兴这样还没过,很快,整个广州酒家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,因为,在接下去的一个多月时间里,他们要保证交出一百万块,高标准高质量的月饼。 而且,阿里巴巴对质量控制非常严格,严格到这一百万个月饼,不能出丝毫差错,四十年功力,带着人今晚月饼的制作,分血量,包线,成型,耍蛋等多道工序,为了保证高品质完成任务。 这一个月里,广州酒家的月饼师傅们,几乎每天要加两个小时半,手工一分钟,能做五个月饼,一天做十个钟能做三千个,月饼师傅郑明昆,做了四十年广式月饼,如今在广州美食界多有威望,郑明昆回忆起学徒生涯,郑明昆对于学做月饼的痛苦仍记忆犹新,当时广式月饼是全人工生产,所有工序都要靠人力完成。 最累的就是做馅料,想产莲蓉蓉,一插就是三个多小时,而且顶着二百多瘦适度的高温,经常被高温的莲蓉弹到身体起泡,虽然辛苦,但郑明昆也感谢那段经历,做学徒不可以趴妹,趴仓,什么都要做,才可以慢慢从师傅那里学到手艺。 机械化生产后,郑明昆却没有放弃老手艺,他从头开始学习用机器调糖浆,做月饼模具,配置馅料,并研究将传统技艺与机器工业相融合。 机械化是为了料产,在做月饼,还是用原来的手艺,口味也才能更正宗,做出来的月饼,也才更有人情味,这其中,使不到一点巧。 就像这次负责制作的阿里月饼,从石料的选择,制作的配比,熬糖的温度和时间,郑明昆和他的徒弟们几乎没合眼,日夜守在工厂里,尤其是最后刷蛋的环节。 全部手工,师傅们一手托蛋液,一手拿刷子,在一个个成型的月饼上灵巧的舞动,这一步很重要,手劲掌握不好,就会胡刺,其中的分寸,插至好离时之千里,起码要专业学习月饼,制作五年以上的师傅才能掌握。 为了保证质量,每一批次的月饼制作完成后,都要暂停生产进行抽检,同时,阿里巴巴还连同第三方检测机构,SGS一起对品质进行把关。 今年月饼有点提月饼制作完成后,要进行包装,而这一届月饼,不仅处处用心,还狠提,阿里巴巴月饼项目组几经讨论,最终决定, 今年月饼延续往宁在一起的主题,并分为三款包装,分别是阿里集团月饼,蚂蚁定制款和菜鸟定制款,与以往的温馨路线不同。 今年集团月饼的特别之处在于,在每个月饼盒中都有一个漂亮的摩天轮,下面会随即配送六名定制,带阿里经济继承员回章。 回章一共有九款,是阿里受逼出海的业务,代表着阿里人全球化的梦想。 基于与家人客户举杯同庆的小团圆,以及走遍全球阿里人心在一起的大团圆。 蚂蚁的定制款月饼盒子的第一层插画是山川、草地、森林、沙漠、海洋、天空,在一起。 第二层画的是蚂蚁金服在杭州、成都、上海、北京、深圳的办公室,也代表着全国大好河山,在一起。 第三层是蚂蚁金服在全世界的本地化钱包业务,其中包括了印度、泰国、菲律宾等九个国家和地区。 蚂蚁金服月饼按照惯例,蚂蚁每年在月饼礼盒中,都会有一只蚂蚁公仔,去年来的是李白。 今年是李白的好朋友白之一,带了一只兔子和一只鸡,菜鸟快月饼今年走得是时尚简约环保风,装月饼的盒子,还可以秒变半和和文具盒,装月饼的盒子,还可以秒变半和和文具盒,菜小鸟更是扮成小兔子,实力引一忙懵呆,菜鸟月饼一个月后,制作完成的一百万块月饼,被包装在二十余万套金不美的的盒子里。 愿望位于豪州的阿里巴巴总部,很快,这批带着阿里人,热情和质饼是不心血的月饼,在阿里巴巴成为了炙熟和热的网红,甚至出现一饼篮球的局面,在阿里内外社区论坛上,各种球购月饼,换回章的帖子长达两百多页,更是在咸鱼上被炒到了五百元一盒,因为,我们深深为李自豪。 一位阿里人在论坛留言,对于他和舒曼同事来说,阿里月饼,不仅仅是一盒普通的月饼,更是一份在一起的情谊,一种深为阿里人的荣光。 阿里人在论坛 阿里人在论坛